這次開幕跟主要活動 是在海洋大學的運動場舉行 場地的設備非常好 副市長林永發 特別感謝海洋大學校長的支持 而運動會長上 市長林宥昌依然是場上的焦點 所到之處呢 許多參加民眾都踴躍 跟他合影留念 而開幕現場貴賓雲集 包括市長林宥昌 副市長林永發 秘書長黃俊毅 議長蔡旺年 副議長林沛祥 跟議會的議員們都清零現場 為參加的運動員加油打氣 所以今天 我們可以 順利的來舉辦 今年度的 這個運動會 我想 感恩天 感恩地 更感恩的是 我們所有基隆市民 大家共同配合 市政府的防疫工作 那能夠讓疫情 得到控制 我們逐步的 恢復正常的生活 在今天 市長也藉這個機會 感謝所有市民朋友 更感謝我們所有的市府議會的團隊 還有我們所有所有 一切在最辛苦工作的這個醫護人員 在這邊感謝大家 在這裡除了感謝我們基隆市第一線防疫工作人員以外 也在這裡希望我們今天所有全體的選手們在競賽當中不要忘了多飲用水 因為天氣很熱 在這裡先預祝我們今天的運動會順利圓滿 我們基隆市能夠最快的從疫情之後開始了復興的相關的工作以及活動 這都要歸功於市府的團隊市議會的支持以及各位在座的好朋友 你們在工作崗位上為市民的努力跟把關 而大進場的基隆市政府各單位跟團隊都展現了高昂的士氣 贏得全場的掌聲 由曾光和理事長所帶領的團隊安樂區服務會 健康改善社會風氣建立祥和社會美化人生 開幕這邊體育會除了規劃運動競賽 還有邀請的表演團隊都獲得全場的掌聲與目光 氣氛熱鬧祥和 展現了基隆市政團隊以及社區組織充沛的活力 也顯示基層的運動風氣旺盛 而大家透過運動來增進情意 活動筋骨提升身體的免疫力 這樣才有辦法對抗疫情的考驗 記者黃志生吉隆報導